每天只要一有空 就是打開人力銀行的網站 搜尋有沒有好職缺 其實我是從大學進去之後 我就一直有在找工作 在利用寒暑假的時間 去實習或見習 就是希望他可以以後 除了賺錢以外 還可以加在我未來的履歷上面 所以我應該是比其他 剛畢業的大學新鮮人 社會新鮮人 來得多一點工作的經驗 所以對我來講 應該是比較好找工作 原本是這樣想的 結果並沒有 根本從小就開始打工 大學時期也到處實習 看起來履歷都很豐富 但就讀社會心理學系 想找到一份喜歡的工作 似乎有點難 我覺得就學貸款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自己就 經濟條件不是很好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是就學貸款 那我其實我覺得我的成績很不賴 然後老師們也是很建議 我可以往研究所繼續念 但是研究所對我來講負擔太重 檔案已經準備好了 我就是在接受這個時刻 接受我放棄研究所的這個時刻 我覺得非常的痛苦 對 太貴了 我自己要還大學貸款的話 我也不能保證我念完碩士之後 我的薪水會很高 高到說我可以很快還完大學 跟我念碩士的錢 不僅他還在尋覓工作當中 其實就連身邊的同學們 也都還在待業中 根據調查平均都得等三個月 履歷才有下文 待業忍耐極限 現在因為通膨的原因 也在不少年輕人身上發生影響 所以在畢業或者是退伍之後 如果沒有家人的援助 恐怕都要盡快找到第一份工作 所以現在待業焦慮 也在不少人身上發生了 根據數據顯示 已經創下了六年來的新高 人力銀行調查統計 有93.8%的社會新鮮人 罹患了待業焦慮症 焦慮又分成76.3% 是天天有焦慮感 17.5%偶爾會有這樣的感受 只是待業忍耐極限 平均約5.7個月 但這已經高於去年的92.9% 2022年的91.2% 2021年更只有89.8% 幾乎是逐年攀升 除非在這個求學時代 已經有累積一定的存款 或者是父母親願意持續 給予經濟援助 不管一般人在剛畢業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沒有工作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現在是一個通膨的時代 其實在待業的期間 經濟壓力會如影隨行 同時家裡的長輩或父母 也會關注自己的求職進度 因此也讓他們逼得自己 希望趕快找到工作 有近12.9%的人 忍受極限只有一個月 但也有8.5%的畢業生 對於無業 待業的日常 可以忍受一年以上 自己口袋有存款的學生 其實也不多 可以獨自生活平均撐33天 只是有將近一半的畢業生 完全無法支撐 是屬於一個零存款的狀態 但為什麼現在大家會特別的焦慮 其實跟社群媒體有一點關係 因為現在幾乎是所有人都是活在網路上 尤其是我們的青年族群 那大家會在社群媒體上面 其實都會展現出自己比較順風順水 比較順風順水 比較得意的那個時刻 那如果說你今天就是求職不順利 還是失業等等 你可能不會把它貼出來 那新美市青年局這邊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在解決這個摩擦性失業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的三合一服務 就是來到現場可以擁有的這個職壓諮 履歷見證跟模擬面試 其實就是我們的諮詢師 可以一對一的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跟這個求職者來談 各方壓力加成之下 時間已久 不少人也只好調降 預期薪資 或是轉往其他跟大學主修無關的工作 沒有辦法好好達到學以致用 職埃諮詢師也提到 待業期間還是要有規律的作息 把身心調養好 以免工作來得太突然 又得度過一段過度適應期 T日別新聞 真神微信輪 台北採訪報導 和夥伴們就在電腦前 緊盯每一項工作進度 沒有向其他同學到大公司應徵 反而創業自己當起老闆 我一開始有個錯覺 就是我以為當老闆比較輕鬆 因為我以為當老闆是可以下午進辦公室 然後可能七八點就走 然後就看到我的同學他們的那個 去追求的大公司好像要加班 要輪班或什麼的 我就想說說不定當老闆比較輕鬆 但後來就發現搞錯了 和夥伴一起開科技公司兩年了 他們投入的就是近來很夯的AI運用 因為現行的生成式AI能力還是不夠 有公司常常為了翻譯專業的營運報告 相當困擾 凱軍看準商機 一頭栽進了AI市場 結合獨創的演算法 打造客製化的AI模型 儘管已經步上軌道 但創業真的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當老闆的話 真的心理與素質要很強 我覺得在光是第一年裡面 可能就有無數次你會想說要放棄 而且是很多種方向 一種是就是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我想要做某件事情 好像根本沒有人支持 所以到最後就是 你會發現錢就是一天一天這樣子花 然後銀行的那個存折的餘額 這樣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每天晚上就睡不著 然後想說 我到底有沒有做正確的選擇 去年9月的時候 然後就是加入新美創立方 然後是青年局主辦的 然後他有一個demo day 結果沒想到之後幾個月 是有頭症都會主動來問我說 要不要往下繼續了解 還好政府推動不少政策 照顧了創業青年 所以現在年輕人也都開始不想當打工仔 逐漸的想要自己當老闆 當老闆娘 所以根據財政部的最新統計 青年創業貸款已經來到了創新高 突破了一千兩百零七點七億元 獲代人數更來到了十三萬人 專家就分析了大家會想創業 主要原因除了有疫情影響之外 就是因為年輕人的想法越來越不同了 因此感衝有拼勁 再加上貸款相對容易後 紛紛投入了當老闆的行列 根據統計大多數還是以餐飲創業 佔最多數 佔了百分之四十 接著就是批發零售 像是網拍飾品服飾鞋類等等 約百分之十二 十一還是最為大宗 主要因為資本額以及技術相對簡單以及低 而另外較需要技術類的網路電腦軟體 就只占了個位數 而像這樣創業其實能撐得持久的並不多 畢竟餐飲攤販的競爭者多 平均只能維持約三點三年 批發零售稍長些三點六六年 材料工程或是技術創業行列 都能來到五年以上 可能在還沒有思考到非常完善的情況之下 後來就陣亡了 所以創業陣亡的機率也非常高 其實我們應該要思考 創業跟新創是兩件事情 創業我可能開一間店 我設立公司我就是創業 可是新創在整個商業模式的思考點的做法 跟一般傳統的創業是不一樣的 它必須要很快的動能 在短時間內快速的成長 那如何短時間內快速成長 我們就也發現有很多的科技新創 或是軟體新創是這樣子起來的 因為它擁有不一樣的動能跟solution 那甚至在整個政府的推動之下 有可以去做例如說企業跟新創之間怎麼樣的連動 創造自己想要生活 不用聽公司長官的指揮 再加上想擺脫低薪 畢竟薪資逐年數據 幾乎已經二十年都呈現動漲狀態 想主宰一切 政府相關部門其實都有不少協助 青年創業青年局這邊 新北市青年局這邊其實有提供各式量 從0到1的服務都有 那加入我們的青創基地 其實現在新北市青年局 轄下已經有八個不同的青創基地 希望說大家不管是處在你創業的哪一個階段 是否是已經公司成型了 還是有產品還沒開始賺錢 那可以推你一把 專家還有不少過來人就提醒 也許大家都喜歡享受成功甜美的果實 卻不肯付出與接受苦澀的過程 畢竟創業跟上班意味著完全不同的工作內容 不僅你得要換位思考更要承擔責任 以及面對各種突發狀況 還有失敗的任何可能 TVB新聞廖廣兵先倫 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在做企劃的工作 然後我會需要製作一些簡報的部分 謝小姐從彰化北漂到台北工作三年 月薪近四萬 面對外食與房租這兩大固定生活支出 讓她覺得壓力相當沉重 在住宿扣除這個費用之外 我們幾乎都是外食的狀況下 其實就光這兩項費用 在生活壓力上就滿大的了 最後的結餘可能就是要存到一兩千塊 都會有一點困難 還要再扣除消息費用的話 就是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存款 工作三年了 每個月幾乎是存不到錢 雖然平時逼自己多存錢少花錢 也養成了記帳習慣 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花費 但在大台北生活 物價持續上揚 人生充滿了無力感 我是漲化人 那我之前曾經有一次是 長假回家一趟 那一回來發現 怎麼全部旁邊的夜市攤位 好像說好一樣都漲了五到十塊 那就其實光是這樣生活成本 就會突然的提高 那也會比預期中的還來的辛苦一點點 小資族薪水少必要開支省不得 在這樣的情況下 離存到第一桶金的目標也越來越遠 都是生活壓力大 薪水被生活支出給吃掉 人類銀行就調查 像是在台北 台中 高雄生活呢 薪水扣除掉生活支出 每個月是存不到1.5萬 不過有的人呢 是連一毛錢都存不到輪月光足 用平均月薪減掉主機走處 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全台19個縣市的結餘 幾乎都不超過2萬元 其中高雄市每月能存到的錢最少 只有1萬2左右 另外新竹縣市在逐科效應加持下 結餘2.5萬最多 但大部分在大都會打拼的年輕人 薪水明顯被通膨吃掉 各縣市的結餘的部分 為什麼年輕人存不到錢 是因為我們從大都會地區 尤其台北 台中 高雄 你的平均薪資雖然高 扣掉了生活費 大概就只剩下不到1萬5 生活起來是非常的困難的 年輕人如果可以在這樣的一個 被通膨之下 通掉之下 你應該要相對要學會理財 還有就是你如何在於 你的生活開支當中 你可以做到一個友善的管理 財經作家幼幼 從大學就靠自己工作賺錢生活 畢業後背了20萬的學貸 但她只花45個月 也就是不到4年的時間 把學貸還清 更存到人生第一筒金 秉持先存錢再花錢的原則 滾出百萬資產 我當時因為不太會投資理財 我當時把錢都放在定存 或是剛才出去寫 所以我就會盡快把學貸還完 我只要那個月的學貸 櫻腳的金額找完之後 我有多餘的錢 我會盡量趕快把學貸還掉 然後等我還完學貸的時候 我幾乎就是都存下來 又又運用富人公式理財 從零存足晉升有殼一足 37歲買下人生第一間房 也提醒年輕人 不能因為賺得少就不理財 想要財富自由 就得從提升財商開始 你只要具備一點點財務的知識 其實你的財務狀況就不會太差 我們常常聽到所謂的富人公式 就是所謂的先存在花 我自己有身邊就是很多案例 都是靠著這種 就是所謂的先存在花 去做到累積資產這件事情 那簡單來說就是 你每個月領到薪水之後 你可以就是先把 譬如說幾千塊轉走 轉到你看不到的帳戶 然後去做投資或是定期定額 你的薪水慢慢增加 你可以再增加你投入就是的金額這樣子 你就可以加速你累積資產的速度 能幫助存錢的工具都是好工具 每個人薪水風險承受度都不同 適合理財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按部就班執行理財計畫 都能用小錢慢慢放大自己的荷包 TVBS新聞黃冠韋德彥宣台北採訪不到 觀看著理財資訊 身為Z世代的Sandra 即便還在學 也運用自己的零用錢 以及打工賺來的積蓄進行投資 其實我媽從大概高中 她就一直在叫我去買ETF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就是懶嘛 就沒有在聽這樣 可是是長大之後開始 自己有在打工什麼 就意識到其實賺錢真的蠻難的這樣 那就想說那不如就試試看 就是它其實算是 算是最保險的一種投資方式嘛 除了家人的鼓勵 再加上自己的學習 讓Sandra更有勇氣踏出第一步 剛才講ETF的話 其實是今年才開始 剛好今年初一月 那如果是活存的話 其實已經開始一年多了吧 對 那ETF的部分 因為最近剛好碰到 最近台股非常大漲 所以非常非常有感這樣 對她來說 除了是手上的錢 能有效利用之外 其實也改變了自己 對於花錢的習慣 我週早其實是有聽到 蠻多月光族的案例 但其實我自己也是覺得 因為現在是大節省 他們可能家境比較 比較寬裕一點 所以對他們來說沒關係這樣 對 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確實就會蠻嚴格要求自己 就是生活費上面 就我只能花一個 比較少一點的數字 然後剩下的錢就是存起來之類的 或者是ETF之類的 因為畢竟感覺玩股票要有一點知識在 對啊 那可能現在先把自己生活過好就好 出國其實很久之前就在想 但是近期才確定說我一定 就是真的要出國 但是平常就有在存錢的習慣 所以就不會可能突然一次要用太多錢 會有什麼負擔 同樣是大學生的Sunny雖然沒有投資經驗 但也不是月光族 畢竟自己有在打工賺錢 對於自己的花費也更可以掌握 之前沒有打工 所以你錢可能都是來自於爸媽 所以你可能花錢會特別特別小心 可能吃這個買什麼東西都要想很久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存錢之後 其實就不用 不太會擔心說 我可能突然臨時沒有錢去花 其實自己存一筆錢在身上 其實事實都可以領出來這種感覺 比較放心一點 過去不少人認為Z世代應該都屬於月光族 不過根據信用卡公司的一項調查 卻跌破大家的眼鏡 發現Z世代當中有94% 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們都有理財的規劃 而且有75%的人 他們會將五分之一的收入拿去做理財 調查結果顯示在通膨壓力之下 有70%受訪者會減少非必要項目消費 59%則會透過理財等方式增加額外收入 另外也有57%會以評價品代替 43%則會選擇購買機器品 還有25%會兼職斜槓 對於資金少了 對於資金少的投資人來說 一點一滴都可以是創造收益的開端 不過專業投資人提醒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想加入投資市場要做足功課 股市熱潮帶動更多的投資人進駐市場 不過投資依舊是有風險 下手前要衡量自身財力 要一邊上班一邊注意股市波動 這似乎是不少人的日常 因為現在上班族不甘心只領死薪稅 一個月 一個月至少有兩到三成 我都是花在儲蓄跟投資 所以大大的降低我 可能物欲的部分 可能會譬如說買名牌或什麼 其實就會覺得說這筆錢 可是如果我放股票 我還有收益 可是買包或者是買名牌 可能一下就沒了 受到科技時代的影響 人手一機根據調查數據顯示 高達九成以上的民眾 都使用過數位平臺理財經驗 因為不用東跑西跑 再加手指滑一滑就能交易 更能看到帳戶裡的數字浮動 就是如果今天漲停了 我就會覺得好開心 就會想說 那今天我午餐可以吃好一點 晚餐可以吃好一點 下午可能不用這麼辛苦 去跑客戶 對 就會有這樣子的落差 所以因為投資太便利了 而且投資APP太多了 不論是加密貨幣或者是股市 都可以用APP去操作 對 只要就是把錢放進去就好了 網路 科技的發展 不僅改變你我生活 年輕人紛紛加入投資行列 除了為退休生活做準備外 就是想要能掌握更多的現金流 通膨不斷擴大 這頭怪獸就一點一點的吃掉薪水 再加上低所得影響 大家想辦法多賺錢 也有人開啟斜槓人生 在除了薪水外 還能有額外收入 但要額外 像是下班後當計程車司機 或是外送員 費時 費體力 能有被動收入是再好不過 分析師就曾發現 年輕世代跟長輩們投資項目 也有所不同 因為他們偏好投資高報酬 高風險的產品 希望能在短期看到效益 所以這幾年的財商教育 其實在民間做得非常的興盛 所以因為財商教育 帶動大家的理財觀念 像定期定額也好 使得大家透過這些觀念 去找尋比較簡易投資工具 所以你說手機也好 或是網路也好 其實那只是個投資的平台工具 重點是大家的財務觀念 在這幾年有大幅的改變 做這方面投資的時候 第一個不能做標題檔 因為這些金融商品 為了行銷方便 都會取一些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名詞 可是後面隱藏的問題 往往都是在 他很美好的廣告下面 用很小很小的像螞蟻 比螞蟻還要小的字去註記出來 非常容易讓人家忽略 比如說很多金融商品 會取名叫做什麼東西 高成長 全球化 高收益 高月配 其實這些高高高的後面 其實後面都有括號 他沒有講什麼東西 高風險 光是把錢存起來 在目前看來低利時代 再加上通膨 錢恐怕是越來越沒有價值 年輕人紛紛轉而放在 可以增值的籃子裡 只是投資理財又賺有賠 想當為富世代 也不能就傻傻的跟進而已 還是要做點功課 慎選標的 更別為了想要快速獲利 超短線 TVBS新聞中的容宣輪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